房称旅行第451天 我们要去都江洋的贯县古城 很多游客只会去都江洋景区 忘了逛一逛这个贯县古城 古城现在虽然比较商业化 但依然有些地方还保存着古城的味道 一面是宁静的古城 一面是繁华的现代都市 街上面的建筑 全部是按照川西明清风格打造的 一条长长的商业街道 两边都是梧桐树 青石板路 滴水瓦 红灯笼 穿斗木屋 各种交织在一起 非常有古镇的味道 主要的景点有南桥 西街 文庙 水利府 杨柳河 这里被誉为三水路淮 生活道场的古城 在古城里面 我们悠闲的漫步 这个就是奔牛不息的宁江 沿着江边走 对面就是都江洋景区 再往前走 就是一个封闭道路 我们换一条路 穿过来后就是著名的西街 看着这西街 是不是跟宁江古城很像 西街的总体长度不是很长 慢慢的我们就走到头了 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以为是上山 没想到这个地方是要收门票的 买门票才能进去 无赖只好原路下山 这是西街太平址 也是消防区 里面现在是养鱼了 街区有很多这样半井浮雕 讲述着曾经人们生活的场景 这名城墙 下面是古老的 上面是现在新建的 买了一个桥桥5块钱 好久没看到这个了 这个应该是7080美好的回忆 你们有吃过吗 这就是著名的南桥 晚上夜景特别漂亮 最近四川这边缺店 不知道晚上开不开灯 好多人在这里盛凉 特别的凉快这里 这里凉快凉快 然后吃嚼嚼糖 好的孩子在这个水区里面玩 找了一家老字号的店 我们来吃面 这里必吃的甜水面 这个甜水面原来真的是甜的 吃完后就得赶紧回去了 今天没有给狗开空调 看一看回去车里温度多少 里面37度9 给它开风扇根本就不行 渴的 就是喝水 这夏天要是车里不开空调啊 我天呐真的热的受不了 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没有充电的地方 我们只好换下一个地方去 找一个充电庄 他是可聪明的 把脑袋塞到那个出风口那里 那有凉风出来 总算找到一个充电庄来续命啊 这房车要是没电 真的是太头疼了 晚上去吃四川必吃的波波鸡 再来一杯大啤酒 没想到我们喝开心了 接着转下一场 晚上吹着凉风 喝着现渣的啤酒 听酒店老板唱着民谣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 我是大春 一个梦想环游世界的吃货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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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